来看原本要到年底才通车的台北捷运信义县将提前到23号通车 要疏解跨年夜的人潮 其中呢 新增的大安站连接文湖县和北投县 民众节省转车的时间 而信义县呢 所经过的大安森林公园 信义商圈以及101大楼都是北市的精华地区 未来到信义区购买或是游玩都是更方便的选择 工程人员扛着钢架在座最后确认台北捷运信义县 预计11月23号全面通车 连接信义商圈的捷运信义县最快下礼拜六就会通车 而民众从台北车站到台北101只要12分钟 上班族比较方便 就不用再转公车啦 就直接转捷运直接过来 就很快 民众期待已久的捷运信义县连接北投到向山 从东门之后新增五个站穿越东区信义商圈 未来新增线和淡水线不会分流 把影响降到最少 那新增的转运站呢 有三个 一个是在东门 一个是古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安站 以往从北投县要改到文湖县 必须在台北车站和中校复兴转车 未来直达大安站就能转成文湖县 新一线通车的话 不仅可以疏解 刚刚我特别提到的 就是说中校新生 那至于跨连的时候过去 大家只有一个板南线到市府 然后再走去 那这次的话就有两种选择 为跨年夜可能的200万人做准备 新一线提前通车要及时找出 缺失改善 未来也将开辟 红56、57两条公车路线 连接其他捷运 把路往整合的更紧密 记者李政华 李冠志台北采访报道